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周紫薇 女22岁北京人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旅游英语专业 各位老师好 涂雷老师好 我叫周紫薇 今年22岁来自北京 来自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旅游英语专业 我今天来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来找助理 或者有关旅游相关的工作 谢谢老师 以前见过带家人 带男朋友 带女朋友来面试的 今天来了一个带老师的 对啊 你好 涂雷老师好 你好 我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国际学院的老师 你们俩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吧 确实没有 确实没有 我很幸运 那你那么多学生 为什么就陪这一个学生来应聘呢 在这段时间的毕业设计指导过程当中 我感觉这孩子很有责任心 比如说我要发布什么任务的时候 我先给他 我说你把这个你好好看一看 应该怎么让大家来分工去协作 他就自己会把这个实施下去 而且还珍视我所要的那个结果 哦 嗯 好 我这上面写 他去比利时做交流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就是终于可以离开父母了 啊 一个对父母都如此的女生啊 就喜欢一位老师 说明这位老师在你心目当中的位置很重要 可以说是大学里 给我一个指引的一个老师 特别 特别喜欢这个老师 你这算是变相的拍马屁吗 不是 你去过很多地方旅游是吧 嗯 就像刚才图雷老师说的 在我15年去比利时的时候 我当时想的是我要马上离开父母了 我要争夺陶龙 但是当我去年在图尼斯做过志愿者的这个经历 我发现比我们苦的人还有 左边这个图片是一个老爷爷 他在用最原始的方式洗衣服 我发现我现在所得到的 真的是很多人他梦寐以求的 我更应该珍惜 然后在我们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 我发了右边的这个朋友圈 就是 以前从不知什么是满足 自从前天到了图尼斯北部 没有饭 没有水 没有电 穿上了带的所有衣服 蜷缩在被子里 才真正体会到那些受过苦日子人的感受 白面包是我们最后的继位 这一刻没有遗憾 觉得人生值得 谢谢老师 你除了去图尼斯 还去过哪些国家 我还有去比利时做过 还有什么更精彩的能体现出你智慧的经历吗 就是我尝试过在图尼斯创业 就是我们这个志愿者的经历 是和联合国的那些发展目标有关的 我选择的是失业和就业问题 我们过去呢 就是走访每一个城市 采访当地人 然后拍照 写成日志 视频发布到各大网站上去 因为我已经走过了整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然后我觉得 为什么不可以把它们都整合到一起 然后我可以自己做一个旅游啊 然后我就尝试着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然后也试运营了 有两条线路吧 然后也挺成功的 有挣钱了吗 有挣钱 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搁置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拿起来 你做过坚持吗 做过坚持 像高中的时候自己开 开淘宝创业来着 高中就开淘宝 对 挣了多少钱 三千块钱 那会儿三千块钱真的是钱 那你今天来面试什么岗位呢 你是旅游专业的 助理和旅游方向的一些岗位 要求薪资多少 三千 又是三千 他要的倒是不多 我从他身上看到那部电视剧 《奋斗》里面夏琳的影子 就他的穿着 包括我特别喜欢女生戴钢链手表 就特别历练的感觉 你有异乡企业吗 目前还没有 你了解这些企业吗 或者了解哪几家 就是看过马瑞老师的微博 你其他的企业干什么 你不知道吗 不是特别清楚 那你看一问问出缺点来了 刚才都是优点 一问问出缺点来了 看到那个王老吉了 王老吉 王老吉 王老吉老师 王老吉餐饮 来你说一下王老吉餐饮的特点 就是王老吉以后一定会大卖的 因为火锅这么火 就像平时我妈妈 人家那是王老吉餐饮 不是王老吉的调料 不好意思 老师 还有哪家企业你是比较了解的 我必须把这个事问透 你有没有准备 没有 老师 你看 您的学生在这个时候露出马脚了 前面全是优点 你好好给我教育一下他 为什么不做准备 所以我就 趁他快要毕业了 最后教训一次 这一点确实是 这个 说实话 包括紫薇 你在请我来的时候 你给我介绍的这个 你要 你来这个节目 目的是什么 然后要做什么 你跟我说都很少 而且这两天 我也在等着你 能不能给我沟通一下 是昨天晚上 我主动问你 我们什么时候去 我什么时候到啊 这个还有谁去呢 等等 这些我来问你 实际上这些就是我今天也想跟你讲的 以后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包括比如有哪些嘉宾 他们都来自于哪些 这个单位的 对每一个你真的都要非常熟悉之后 你断到这里 你才有更大的资讯心 您在最开始介绍他的时候 说这个学生是很有责任感 对 他的刚才的这种行为 是不是对自己不太有责任感 在这方面确实是需要提高了 我刚 我开始说他这个责任感 实际上就是说我给他的任务 他做的还是可以的 是不是后悔来了 没有没有 没有后悔 我也在学习 实际上 通过这个节目 我想以后我也可以给我的学生讲 老师就是老师 水平贼高 先把自己摘出去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按道理来说把老师带来 那老师多给面啊 你居然连企业是做什么都不知道 只熟悉王老吉 但今天我们王老吉来的是餐饮 不是那饮料 你说你这不是糗大了吗 是 相信你还是有好的素质 第二轮咱们再接再厉 老师我后一轮还有一个法语的朗诵 期待你们的 我们这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法语 那才好办 不要选了啊 你觉得会留多少盏灯 五个八 来第一轮选子去过来 人家要的价钱不高啊 三千十席啊 你看还比较给面 对王老吉生气了 还剩下九盏灯 来王老吉发表一下灭灯感言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位应聘者作为一个新的毕业生的话 他很优秀 只是岗位跟我们的要求是不匹配的 以后有机会 我觉得可以邀请他去广州 去体验一下我们王老吉餐饮的一些线下体验店 谢谢 好了 另外一位也是来自于广州的客户 你是面试助理的工作 而刚才所谓的收集各个企业的基本的了解资料 我认为这是个最最初级的一个助理的工作 你认同吗 认同 所以这个东西你完全没有去做准备 我觉得这是你对于这个岗位 你没有真正的所谓的责任感 和你对于这个岗位的理解度 没有做好准备 所有的灭灯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财 天生我有财 还是法语朗诵 是的老师 是吧 反正我们也听不懂 听听呗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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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你为什么选择这首诗 我选的这个选段呢 叫做《剩下的时间》 我第一次听她的时候 是一个法国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她在一个舞台上演讲 然后其中有提到 我还有多少时间 我还有多少时间 我要去看着山 我要去看着河 我觉得可能我现在二十多岁 我站在这儿 我没法体验那个感觉 但是到了我八十岁 我还能不能有那个时间和精力 去努力地奔跑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握好剩下的时间 去做一些对我们有意义的事情 谢谢老师 她身上 她身上没有一些 现在有一些年轻人身上的俗气 她比较阳气 这个阳气不是她的穿着啊 是她的思想 内心的阳光 她选择念一封这样的这个文章 让我们看到你身上别样的东西 谢谢老师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职场当中哪一些习惯行为 或者说是小动作 是会给你减分的 首先第一是妆容 不能太过于浓艳 因为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去干什么的 我今天是要去上班的 然后是穿着 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了 老师 这考啥情商啊 你们两姐 我觉得刚才那道题啊 没有考出了她的情商 那考出了她的智商 如果是小学考试的话 你这道题一百分 你连二十分都达不到 因为他问的是你的习惯行为 动作有那些不足 我们知道从小孩 辅导小孩做作业 我告诉他 人家为什么你要搭什么一二三 而你三个你一个都没有回答 你回答的是妆容和穿着 所以说这个搭飞所问 另外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说你来这个舞台啊 是真正的想找工作 还是把它作为一个展示自己的一个舞台 这是你的目的 找工作 那如果说找工作的话 那你的得分会更低 为什么呢 因为就前面在第一个环节里 你没有对我们招聘的这些单位啊 做很好的了解 这说明啊 你想拿着一个简历 求职碰运气 没有专门针对这个企业 或许他说的真没错 他是来找工作的 但他找工作的方式不像别人不一样 别人是来找工作 对 他是到台上让工作来找我 来找他 把自己所有的完美的一面网织一处 你就等着大家给你留灯 来抢你 有了点小心 对 你秀自己没有问题 秀自己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做准备是不对的 其实子薇我非常喜欢你啊 然后在你身上我看到了 我大学时候的影子啊 在他这个年龄段啊 就是他的表现是很正常的 就应该是他该有的样子 就很可爱 他刚刚大学毕业 然后有青春有活力 有很好的表达能力 在学校期间热爱劳动 然后热爱组织各种活动 对吧 然后人家还这个 你怎么比他的老师还老师感觉 人家还摆摊 然后那个做店面 我真的觉得他具备很好的素养 我非常支持你 来 我们也别再提问了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面试 好 首先我要谢谢所有的老师 因为在我刚毕业这个年纪 然后能遇到所有的老师 以及今天的点评 我特别的高兴 然后我也觉得 一定会受益终身的 然后其次就是 我确实犯了一个错误 我也承认 就是我在来妇女莫书舞台之前 我没有做好准备 我有错 我承认 然后希望各位老师相信我 我一定会做好的 好 我们选吧 第二轮选择虚货磊 还有六盏灯 比你想象的还好 所以再一次证明 在这个舞台上 一个选手优不优秀 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他的素养教养好不好 很重要 赵小叶开始 课程顾问和教务 因为他上来可能 他需要一段时间学习 所以教务兼课程顾问 来 旭蕾 我这边给你是一个 数据产品的一个项目助理的岗位 可能会涉及到运营和销售相关的工作 顾正发 旅游服务 旅游服务 地点 北京 陈薇 每在当下给你的职位呢 是课程销售助理 然后四千家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这下老师 呃松鼠AI 我提供的岗位是总经理助理 啊 那个底薪是六千 因为我们贝斯在上海这里面 我给你一点租房子的 谁的助理 好 呃也就是我 我我助理正好这个产假 上年得到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在北京的人力专助理 四千每月 好 谢谢老师 来 考虑一下 蜜四盏留两盏 好 哇 周伟这么激动 周伟吓死了 没有这样吧 周总 不就想选个自己的助理 就是这样 周伟脸红了 周伟你激动什么 他真脸红了 我从来没有为自己选过人 不可能的 周伟脸皮很厚的 不好意思 老师 不好意思 老师 不好意思 老师 灭周伟 灭周伟 不好意思 老师 邀请周伟 徐磊 谈前不上感情 谈情不上感情 可以谈价钱 要谈吗 不谈 不谈了 可以问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宋水 您为什么选我 第一 我有这个岗 第二 我特别看好你 虽然你身上不完美 但你这种不完美 恰好是属于你这个年龄的 不错 很好 谢谢老师 就压根没考虑过的是吧 这个在北京 因为这个 我这边在北京 是需要两个想在北京 就没办法 就是我还就是挺喜欢 异地的老师 哦 这样啊 因为特别锻炼自己 你觉得这两个男生 以你的眼光 哪个更帅的 我指的帅不是外形啊 是整体感觉 哪个更帅 都很帅啊 非选一个呢 必须选一个 我们都可以 这是我的老板 然后我可能就要选松鼠AI了 然后这边是 然后这边 好可爱 不好意思 好事 雷哥 抱歉啊 雷哥 不要选择 没问题 给老板拍一下马屁 这个助理还是应该做的 行 不好意思了 虽然已经没有悬念了 谁知道最后会不会翻盘呢 对不对 来 考虑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微车 松鼠AI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松鼠AI 谢谢 谢谢老师 行啊 你学生今天找到工作了 也算是长脸了啊 来 再见 谢谢老师 也谢谢这个节目 我也学到了很多 谢谢 谢谢 我选择松鼠AI是因为 首先我喜欢在异地工作 然后在异地工作可以锻炼人 其次是松鼠AI给的心值 比期望的心值还要高